法国思想长廊 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加尔文的挑战 能最终赢得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 旅法中国学者赵岳胜围绕异端的权力之三 苍蝇战大象展开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 加尔文当时手握教义解释权 他会不会给卡斯特里奥也扣上异端的帽子呢 正是如此 你会发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反人性反善好的行为 却会以最美好的名义进行 最美好的名字掩盖了最邪恶的行为 而且所有的恶行都是循环的 千年之恶同今天的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因为只有善好才是创造性的行为 而恶永远是平庸卑劣的 加尔文迫害卡斯特里奥的行为 就是在捍卫基督教的纯洁的名义下进行的 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的反抗 却完全是理性的冷静的充分说理的 加尔文烧死了塞维特斯之后 本以为会受到赞扬 人们会感谢他捍卫了基督教的纯洁性 但是他发现塞维特斯竟然有很多同情者 尤其是当他听说卡斯特里奥准备驳斥他 他有点慌 第一反应是他下令绝对不能让论一端一书流行起来 他给他的同伙写信 说卡斯特里奥力图证明不应用权力来清除一端 这种说法绝对不能任其扩散 要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 而且这个比利斯主义 比利斯是卡斯特里奥的化名 是一个更危险的一端 加尔文找到一个打手叫贝奇 他是个狂热的极端分子 他甚至说无论怎么残酷 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 这位贝奇公开威胁卡斯特里奥 要把他们统统烧死 他向卡斯特里奥教证 说我知道你是谁 用化名也没有用 因为对他们个人 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 无神论者和疑端必须交给地方当局惩处 这就是说在日内瓦大权在握的加尔文 可以像惩处塞维特斯一样 惩处卡斯特里奥 但是卡斯特里奥没有被吓到 他反而集中精力撰写了答加尔文书 公开向加尔文挑战 他坚定地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 用教条压制思想 用卑鄙手段压制良心自由 这篇文章写得很巧妙 他不纠缠塞维特斯的观点 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只是抓住一个原则 你加尔文凭借权势把一个不同于你的观点的人烧死了 这个方法恐怕是最有效的 否则你就会陷入和加尔文有关教义的争论 其实问题本来就很简单 异端有没有权力存在 对 这就是单刀直入 卡斯特里奥问 如果塞维特斯真犯了罪 你加尔文原本只掌管教会 你凭什么行使 本该由行政当局使用的权力 你加尔文指控塞维特斯的罪名 只是他标新立异地解释了福音书 而以自己的理解解释福音书 不正是宗教改革的内容吗 怎么在你加尔文眼里却成了罪行 再说 你加尔文凭什么能够断定 谁是正确 谁是错误 难道和你观点一致就正确 和你观点不同就错误 甚至是罪行 卡斯特里奥勇敢地断定 永远不会有任何人 任何党派可以说 只有我们知道真理 所有和我们不同的意见都是错的 所有的真理 都是在争论和分歧中 才逐渐显现出来的 你们号称只有自己掌握真理 代表真理 这是十足的狂妄无知 所以加尔文所拥有的那种忠财地位 是僭越 而且这个僭越是凭借暴力 卡斯特里奥说 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 把他投入监狱 在审讯中除了那个西班牙人的仇敌 你排除所有的人 而且使用的方法是不让人说话 不让人答辩 卡斯特里奥他反问加尔文 说如果你同别人进行一场诉讼 法官裁定只许你的敌手讲话 你却被禁止开口 你难道不会抗议这不公平吗 而你现在却不让别人讲话 你不过是怕丧失你的独裁地位 其实加尔文在争取自己的信仰地位时 早就说过处死一端是罪恶的 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 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 但他掌了权 他不但不允许别人说话 还偷偷修改 涂抹掉他当年主张自由宽容的言论 卡斯特里奥却抓住加尔文的话不放 把他的话一条条接出来 最后他得出结论 我的所有读者 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 和他今天的行为比较一下 事情就很清楚了 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 犹如光明之于黑暗 因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 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和他不同意见的人 同样处死 加尔文要处死别人 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 和他的退化变质 干坏事的人最怕光天化日 卡斯特辽的抨击很有力量 他说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对付你 你有权利诉诸市政委员会 但他只不过是拿起了笔 那是为了表达思想 你无权用火和剑对待他 卡斯特里奥在此说出了流芳百世的名言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是没有管辖权的 他把一个人活活烧死 不是保卫一个教义 而是屠杀一个人 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 这也就是说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和教义 来掩盖和宽恕杀人的行为 真理不能靠武力强迫别人信奉 他的这些话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情况 当时一些人的做法和加尔文是一样的 对不同的意见压迫打击抓进牢房甚至处死 是啊 可见社会的进步是很艰难的 卡斯特里奥在400年前就把思想自由的道理说透了 他认为每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 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对精神世界实行高压统治 不仅是一种罪行 而且注定徒劳无功 他说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 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 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 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 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 在确定了精神自由的原则和异端的权利之后 卡斯特里奥开始控告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责 教唆和执行 因为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 即使说他是错话 但那也是真的 他不过是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 卡斯特里奥仿佛先知一样 预言了随后来到的宗教战争 对教义的不同解释 竟然引发出残酷的屠杀 天主教徒杀新教徒 新教徒反手报复 正向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的控告 通过你嗜血的祈祷 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 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 也望尘莫及 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 使君主们和其他统治者看清真相 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 血还是要流的 在卡斯特里奥的心中 什么样的宗教教义之争 也不能掩盖屠杀一端的鲜血 加尔文对卡斯特里奥的控诉极为恼火 他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好的 那就谢谢赵越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 是赵越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八期 题目叫做异端的权力之三 苍蝇占大象 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 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 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